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在南投埔里的住家被爆料 整体占地700平道豪宅庄园 是盖在国有农地上 已经违法使用超过30年 虽然马文军驳斥 全是抹黑选举操作 强调自己一切合法 而且募造老房子价值不到10万块 根本就不是豪宅 但是南投县政府最新的调查结果出炉 确定这座建物是没有申请执照的违建 后续违规人 如果申请补照没有通过 就会强行拆除 整座欧式庄园周遭围绕着高大树木 就像隐身在森林里的童话小木屋 这里是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在南投埔里的住处 但被人检举根本是违建 身为立法委员的马文军 你知法犯法 国有地的成出人 依法不得善自征建 原本是在88年的时候 增加了两个新的建物 马文军立委你最大的争议 是在于你的使用方式 完全不合法 四个字啦 卖国窃地啦 外界质疑这片土地是国有农地 马文军家族三十多年来低价成租 更在上头违规新建住宅 建筑本体就是七十坪的违建农社 整体更是占地七百坪的豪宅庄园 父母遗留下来我们继承的 那在整块一个农地的成租上面 我们也是依法成租 然后依规去缴纳相关的租金 接连被对手阵营猛攻违建 马文军大力回呛是选举操作 将会提告也重申建物都符合国陈署 八二七二一条款是存在超过三十年 价值不到十万块的木造老房子 并非豪宅 不过马上被南投县府打脸 先行动工已经盖完先行盖好的 就是依照建筑法第八十六条 善事建造的股份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来补申请 虽然国产署确定土地是合法成租的 但县府查核上头的建筑物是没有执照的违建 后续违规人如果申请补照 未通过就会强行拆除 建南投综合报道